贼九为了给连长报仇 不仅对城内的鬼子展开疯狂屠杀 而且还将他们的尸体挂在城内室中 短短三天的时间 贼九就狙杀了七十多头鬼子 而这也让日军司令颇为震怒 但贼九却如同幽灵般四处潜伏 一时之间根本无法将其抓到 于是甄田一便求助国军师长郭文志 但却遭到对方的当场拒绝 为了让郭文志心甘情愿地帮忙 甄田一便派出狙击手潜入他的大展 这一枪并没有取郭文志的性命 只是从他的耳旁擦了过去 而郭文志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贼九 因为他前阵子答应给八路一批物资 但自己却一直找借口拖延 他认为这是贼九在报复自己 于是到了次日清晨 郭文志便主动邀请甄田一来到府 表示自己可以用物资将贼九引出 并且还可以把八路的老巢一锅端掉 达到目的的甄田一很是满意 第二天 国军就带着物资来到了张庄 而紧随其后的还有甄田一的鬼子小队 他们这次势必要彻底拿下贼九 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国军突然妥协物资的行为 已经引起了齐连长的怀疑 于是他决定让战士搬着物资 从提前准备好的地道撤退 而外面的甄田一剑许久没有动作 便带着小队缓缓走进了村庄 果不其然 八路已经带着物资悄悄的离开了这里 甄田一听闻立马上前查看 这个洞口虽然能走 但是八路搬着物资肯定走不已 于是他便下令所有人对村子进行搜查 很快 甄田一就发现了房顶上埋伏着的八路 趁着对方没反应过来时 甄田一二人迅速将八路解决掉 随后他料定这里肯定能看见地道的出发 于是二人便决定在这里守株待徒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贼九从地道缓缓爬了出来 而甄田一也找准时机 果断地扣下了扳机 眼看目标被成功击中 甄田一便决定先行撤退 而见到这一幕的李贤叔 也立马上前查看贼九的伤势 齐连长断定鬼子马上就会围上来 为了能掩护贼九安全撤退 他便留下部分战士埋伏起来 随后利用地形的优势拖延鬼子 在一番激烈的巷战过后 战士们成功拖延住了鬼子 可就当他们转移位置的时候 却迎面碰见伪装成百姓的鬼子 看见对方身上也系着白毛巾 鬼子也分辨不出是不是自己 可他们刚走出巷子 就被暗处的鬼子瞬间放逃 与此同时 齐连长那边虽然摆脱了鬼子的追捕 但是贼九的伤势却愈发严重 如果再不救治的话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外面的战士却发现了鬼子的声音 怎么回事 连长 鬼子上来了 齐连长下令立马转移阵地 为贼九的治疗争取时间 没一会儿 鬼子就摸到了静点 并且还往里面甩了两颗手弹 但进去检查才发现早已没了人意 只留下一些带血的沙漠 随后鬼子便将情况汇报的真田 紧接着 鬼子就带着军犬对深山进行搜捕 势必要将残余的八路一网打击 而齐连长等人虽然暂时躲过追捕 但为了保险起见的他 还是安排了人埋伏在山坡下 在山坡下令立马转移阵地